那我们就要接着继续来讲 office 日常工作整合应用 那今天要跟各位 一样回归到 例如说 PowerPoint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母片 一定要跟各位分享 然后再来就是要跟各位分享Word Word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功能叫做目录 可是很多人他只会做 大纲目录 没有做表目录跟图目录 所以我今天会把表目录跟图目录 一并放进去 然后在制作的过程中 还有很重要的Word的长文件 目录页的页码 还有一般页的页码 要如何来去做一个区分 这些都是必须要跟各位分享的 那接下来我们的简报 它里面可能会有统计图表 统计图表我们必须要把它结合过来 那当以下的统计图表有做修改 我们的简报要跟着修改 这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再来就是那个像昨天有跟各位分享 Word的表格 如果有修改的时候简报的表格要跟着修改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那今天我还想要跟各位重复说一下 昨天有教各位简报里面的大纲 大纲怎么做 大纲投影片的内容 其实是来自于Word 来自于Word 那接下来呢 简报它还有很棒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结合所谓的一个叫做 它现在应该叫做结合Links 然后去做线上展示 线上展示 就是开一个全球国际会议 怎么开我也要教你 其实你就把它想成 我今天我要开一个北中南中华电信的一个大会 那这里面可能台北的人不用跑来高雄 台中的人也不用跑来高雄开会 我们就全部在视讯会议 怎么开 这PowerPoint已经做到了 然后接下来还会跟各位分享 那影片的一个剪辑 也是今天的重点 那再来就是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假设我有很多很多张图片 我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什么 做成一份简报 做成一个相簿 这也是要跟各位分享的 那大致上 这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完毕的内容 尤其是在跨软体之间的结合 请各位一定要能够掌握 那我们就先复习一下 昨天昨天有跟各位介绍的大纲 大纲投影片怎么做 我们要做什么呢 首先呢 各位应该我们有这样一份 简报内容 有吗 OBIS 40张 然后接下来 这一张投影 这一个简报里面 有没有大纲 各位知道大纲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当第一张投影片 秀完毕之后 通常都会准备一张新的投影片 比如说常用底下新增一张投影片 然后这一张投影片 我们就会放大纲 你们有没有这一个档案 然后接下来 请问这个里面内容 是不是要放成功简报关键篇 好 就复制 然后接下来 贴到这个地方 贴上 然后Enter 再来下一个是什么呢 工作管理效率提升 贴复制 然后接下来放到这里面 贴上 好 依此类推 那如果有七张 有七个 七个章节 三四五六七 那你是不是要做七个 你是不是要做七个 七次的复制贴上 但是这样七次的复制贴上 其实是蛮麻烦的 所以呢 我要告诉各位 怎么样去把大纲能够快速的做好 可以吗 稍微复习一下昨天所交的内容 各位知道大纲是什么 Outlist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请各位打开来的是 昨天给各位 昨天给各位的范例 然后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office 40招 office 40招 好 当然我们现在因为第一次从网络上下载下来 所以我们点选启用编辑 各位我现在是不是只要收集 收集什么 收集我们的这个标题一 这个标题一传送过去 那如果你把标题一传送过去 他有七个标题一 他就变成七页了 可是我是不是希望说把七个标题一 放在简报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放的其实是 Word里面的标题二 然后这边放置的才是标题一 所以我必须要先把这份 Word的文件 标题一 改成标题二 对不对 然后我自己再手动加一个大纲 把它设为标题一 请问我这样子有逻辑 有听懂 所以在这个地方 原本的标题二 全部都要把它改成内文 就是不是标题二就对了 不能是标题 不然标题二是不是也会传送过去 到简报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 先把所有的标题二都选取起来 怎么选 你先选第一个 你先选第一个标题二 我们要从标题二开始做 不能从标题一开始做 所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选到标题二 选到随便任何一个标题二都可以 然后接下来常用 常用底下 是不是有看到 样式里面标题二 请用滑鼠右键点它 就是全选 全选 就是 就是你先 选到任何一个标题二 然后 选到任何一个标题二 滑鼠右键点它 有一个叫做 全选 有没有看到全选 有 你先点下去全选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应该稍微往下面卷动一下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做简报中的相片 这个也被选到了 就是下一个标题二是不是也被选到了 来麻烦 麻烦请点内文 这样子的话 你这边本来是不是有很多标题二 现在全部都没有标题二了 有看到吗 左边这一个工作窗格怎么打开 检视功能窗格打勾 你就可以看到左边的导览视窗了 有看到吗 有 好 那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标题一 现在是不是只剩下标题一了 标题一随便任何一个标题一 选到 但是 我们一样一样要用常用底下的样式底下标题 用滑鼠右键选它选全部选取相同设定 要在这边选才能选到选取相同设定 选取相同设定就是选到七个选到所有的标题一 你现在已经选到所有的标题一了 请把它点一下这个标题二 就是把标题一改成标题二 可以吗 请把标题一改成标题二的方式 就是点一下这个标题二 那接下来我们拉到最前面 拉到最前面 请在成功简报关键篇的成这个字 因为这已经是最前面了 按一下应可见 请输入大纲 大纲可以吗 来请输入两个字 大纲 然后请把大纲改成标题一 大纲改成标题一 然后接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去点这个传送到 传送到 microsoft powerpoint 这样子我们的outlook 我们的大纲outlist 就是简报里面的outlist就做完了 来请点一下 一样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 我现在是不是执行完了 因为他不是在一直在跑圈圈 执行中的那种状态 他代表说已经跑完了 他放在这里 他放在另外一份简报 我现在就直接把这一张投影片复制 然后贴到哪里去 贴到刚刚我这里 这个大纲贴上 那原本做的这个大纲 你看 我真的要告诉你 传送过去 传送这一页 真的眼睛都不用扎 就直接传完了 只是我们这边用的防毒软体 可能把它就是锁定变得比较慢 好 那你回去的时候 可以请你自己 再用自己的电脑来去逃跑看 例如说 你用你家里的电脑逃跑看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大纲删掉了 我只留这一页 我不要这一页 所以就直接把它删除后一片 可以 这样我是不是一个简报 一个简报会更完整 有包含大纲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介绍 如何做好一个简报 然后还有工作管理效率 然后再来还有像会议 文件如何制作 还有就是档案管理 电子邮件 Excel 可以吗 这就是OBIS40招所在讲的内容 所以主要就是大纲 全部要先产生出这一个大纲 的影片 就可以完成很好了 好 我现在去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完成 我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通常我们在做一份文件的时候 我简报这个地方我先储存 我先介绍那个 Word的一致性好了 Word的一致性 各位请问一下 这份OBIS40招我们先关掉 不要储存好吧 先关掉不要储存 然后麻烦请各位 把OBIS40招重新打开 因为我想早上把这个一致性全部讲完 我这里面已经有做了摘药 摘药我也不想要 我不审视注解好了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请问一下 这份文件 成功简报关键篇 这份文件 它是不是有七个章 然后40节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希望把它编排 编排按照一致性的编排 例如说假设它是长文件 需不需要有封面页 需不需要有目录 需要吗 我想这可能有些同学都会 但是很多同学都忽略了表目录跟图目录 所以我现在要把表目录全部讲完 增加那个表格表目录各种目录 它的一个就是页码编排方式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做目录 所以请将游标 请将游标落在第一个字 成功简报乘这个字的前面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麻烦请按一下Enter 请问一下 用我在成功简报关键篇的乘前面 我是不是按了一下Enter键 所以这一个上面增加的这个段落 请问是标题1还是内文 我们去看一下 有看到吗 标题1 可以知道为什么是标题1 好 那我们就麻烦请把这个内容改成内文 然后接下来呢 麻烦请在这个地方我要插入目录了 各位会不会插入目录 好 怎么插入目录呢 插入目录在这里 参考资料 目录 然后自定目录 自定目录 请选自定目录完毕之后 直接点确定 因为大部分我们设三阶的目录 三阶有张阶项 那可不可以设到四阶五阶 可以 好 那就显示阶层 可是一般我们大概目录啊 也不要做太多太多阶层项目 所以我们就只设到三阶 然后点选确定 你看我们是不是目录就做完了 这个是目录嘛 你这样子点 你就会发现就是整个完整的目录 好 没问题哦 这是目录 我已经做完了 最好是关掉office四十招 重新打开哦 不然到时候你做出来的目录 会跟我们目录不一样 你现在赶快关听一下 因为我们有一个小时 我要把一份正确的长文件讲完 你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错误的 目录错 后面很多东西都跟着错了 来赶快把那个长文件 那个office四十招 关掉不要储存 然后重新打开 赶快制作目录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做出来目录 应该是这样一堆 有章有节的内容 可以吗 赶快做 好了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个人的习惯 我个人的习惯 我会在这个前面 按一下Enter 然后输入目录 好 所以呢 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这个目录 然后这里下全部都是目录 这个是将的目录 这是节的目录 那请问一下 通常我们是不是希望 就是说 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 要从几开始 这个页数应该是要从第几页开始 第一页开始 对不对 所以显然这个目录页的页码 目录的页码其实是要稍微修改的 不可以用成二开始 好 可是事实上你看 现在这是不是第一页 第一页 我们是不是放了目录 第二页放了什么 才是这个正式的成功简报关键篇 确实在第二页 对吧 可是我们连页码都没插入进去 其实这是不对的做法 好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我们把一份长文件先做完 然后我们再去做调整 所以请问一下 目录的前面应该是什么 封面 可以吗 好 我们就先拿区块来讲 我们分成封面 目录 还有内文 请问可以分成一个长文件 可不可以分成这三个区块 因为这三个区块是不同的内容 所以第一个区块是封面 第二个区块是目录 第三个区块是内文 所以呢 请问怎么样去做封面 封面页在这里 插入封面页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中华电信的风格 好 我们其实可以叫出来 然后再去做修改 好 或者是你觉得哪一个跟我们计划是比较有关系的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做的是 office tip 40招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这张图换掉 假设我们用这一个 然后换这张图 是不是就比较符合office tip 40招的这种概念了 好 或者是你要是不喜欢 你干脆就用最单纯的最单纯的就是最下面那一种 然后接下来呢 这是个文件标题 请输入office tip 40招 office 40招 可以吗 这样我是不是就做好封面页了 你不管在哪一页哦 你只要插入封面页 他一定放在第一页 我现在缩小给你们看 有没有第一页 封面页 接下来呢 第二页是不是目录 第三页 有内文的开始 好 请问一下 我讲到这个地方 三个区块是不是做出来了 这个一份文件至少你要有三个区块 有封面 目录 内文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 再去思考 我们的内文跟目录应该分属在不同页 对吧 请问一下 内文的开始应该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对不对 对 内文页一定要从新的一页开始 好 那既然要做到这件事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标题一 这是不是标题一 但以前我看过有些人 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他就开始按Enter 对不对 对吗 可是这种做法不好 因为这个标题 你是不是要游标落在这边按Enter 对不对 没有 七个标题一 你是不是要做好多好多次的Enter 有没有可能 一个按键或一个操作步骤就把所有的标题一换到新的一页开始呈现呢 有没有 一定有 写信问老师就有了 知道吗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怎么做这件事 在这里 常用 常用底下 你随便游标落在任何一个标题一 随便你 任何一个标题一 你就算不落在标题一也无所谓 可以吗 随便你要落在哪一个标题一 就左边 左边是不是有导览视窗 请点任何一个标题一 点到 好 然后接下来 常用底下样式的标题一 我们要在这边修改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修改 然后麻烦请把格式 来 麻烦请把格式 来 赶快点一下格式 格式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段落 段落 点下去 然后接下来 请问这边是不是有分行与分页设定 对 就是这个分页设定 请勾 段落前 分页 就是在这个段落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的前面 他就分页了 然后确定 就只勾了一个段落前分页 然后再点选这个确定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成功简报关键篇 他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 他跑到下一页新的一页开始 然后接下来 这一个工作管理效率篇 是不是也在新的一页开始 本来他应该在这边开始 上一页的尾巴 这边 可是他现在是不是直接跳到下一页这边开始了 你看一下 目录 这是不是封面页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目录 目录完毕之后 是不是看到这个是所谓内闻的开始 他标题一他都从新的一页开始 然后这也是一个标题一 他是不是不是从这个结尾地方开始 不是继续接着开始 而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会议管理篇 是不是也是 这边是不是空了很多 好 这个空白是有必要的 好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没有页码 我们把页码补进去 所以请问你补页码 是会在那个封面页会补页码 目录也会补页码 还有内文页是不是也会补页码 所以呢 我们就先去补个页码进去 插入页码 如何把页码插入进去 请点插入 来点一下 插入页码 其实我倒建议各位 因为我现在要插入页码 所以点插入 再点页码 这个其实应该不用写笔记才对 我觉得 你不可能有别种的想法 可以了解 因为你要插入页码 对不对 所以一点插入 二点页码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很多个 我们通常页码是不是放在页面顶端 我倒建议你应该是用逻辑来去思考 通常我们放在页面顶端 可是也有人他就是像那个小说 有些他可能放在左上角右上角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还是自私化放在页面顶端的中间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一个顶端的中间 可以吗 其实它有很多种 它有很多种 有看到页面底端的中间 为了方便大家看到 因为我要特别讲页 所以我们用凸显的方式 这个圆形好不好 这下面还有很多 很多 好 那我觉得这个圆形还蛮明显的 所以我就用圆形 可以吗 因为我要特别讲那个页码 那请问一下 昨天有教过 页码的字你想不要变大一点 在简报里面 我们是不是到母片去改格式 对不对 那 握的是到页尾去修改 页尾 页尾各位知道 好了 请问一下我现在插入页码 因为它是封面页 封面页通常不设页码的 封面页不设页码 这件事各位应该知道 好 然后可是这个是目录 请问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它知道这是目录 但是它的页码 它是不是继续编下去 封面页不设页码 所以这一页是第0页 然后这一页就变成第1页了 不设就是不设页码 就是没有页码 没有页码就是零 好 所以这个目录它变成第1页 可是事实上 目录的第1页就是要1 目录的第2页就是要2 可是通常你会不会希望 这个内文的第1页 应该就是1而不是3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修改一下 但是我还是要特别提醒你一下 就是说要修改页码 就要去页首页尾里面修改 怎么去页首页尾里面修改 就直接快点两页 页尾区 好 首先我们现在要修改 这个 这个 这个页码 怎么修改呢 快速点两页 快速点两页 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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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物件里面的 这一个 这一个3 我稍微放大一点给你们看 选到 这个 这边是页尾区 然后选到3 所以最简单的做法是怎么做呢 快速点两页 快速点两页 快速点两页就选到这个3了 可以吗 选好了吗 选好了吗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所谓的一个 页尾 页尾 然后接下来这个页码呢 我们应该要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我们要先关闭 先离开这边 离开这边 怎么样离开呢 怎么样离开这边 就直接在 这个内容地方 快速点两页 或者是目录的地方 快速点两页 就离开页首页尾了 因为我们现在 要先请你 先把文章区分成三节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一个 叫做封面的内容 这边是不是一个叫目录的内容 然后这边开始是不是一个叫做内容文章 内文的区域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要区分 这边是一个区域 这边应该是属于一个专属的区域 这边应该是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 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 前面 这个目录前面 稍微放大 来 目录的前面 不可以在目录的后面 要在目录前面 可以吗 我们要在目录的前面 我制作一个板面 配置 分格符号 分解符号 下一页 这样我就变成说把它区开区分成三块 三块要用两个分格符号 所以 游标放在成功简报关键篇乘这个字的前面 游标放在成功简报关键篇的乘前面 然后点选版面配置 分格符号 分解符号里面的下一页 各位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在哪两个地方做 我第一个是在目录的目前面 第二个我是在成功简报关键篇的乘前面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个分解符号 为什么看不到呢 常用底下的这个符号关掉了 你有没有看到 我刚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做目录 他就放在所有前一页的段落的最后面 这边就会放了一个分解符号下一页 代表说这边就是一个区块 接下来我这一页开始 就是另外一个区域 另外一个区块 叫做目录区 然后接下来这边 最后面是不是会看到 要分解符号下一页 可以吗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 就是内文 然后他这个地方 最后面就没有什么分解符号下一页了 可以吗 有没有看到 两个分解符号都设定好了 好 那就一定会有同学问说 那我能不能先设分解符号再去插入页吗 你高兴就好了 但是我先插入页吗 再去设分解符号 我插入页吗 我只要做一字 我三个区块 是不是都有页吗 你看嘛 现在是不是 这个封面页本来就没有页吗 这边 这边能不能看到 这边是不是有页吗 好 那你能不能说 为什么这个没有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节开始 好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第一页 你看看他是不是又设了没有 不过等一下我们再补回来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 如果你是先设分解 先把这个分解做好 然后接下来再插入页吗 先设了分解 你是不是先分好三个结 那你插入页吗 是不是要插入三次 好 所以这边就只有这个差别而已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封面页没有页吗 正常 那目录页这边应该是1 这边应该是2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什么 内文页 内文页我们来去设页吗 怎么设页吗 一样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三下 是不是就选到这个页吗 可以吗 快速点三下 是不是就选到这个页吗 我们先不要选到这个好了 我们点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已经被锁定住了 这个已经被锁定住了 所以现在是不是在页尾 页尾 然后 麻烦我们再手动把这个删掉好了 因为这个我改不掉了 这个我改不掉 所以我先delete 然后我自己重新插入页吗 插入这一个好了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1 可以吗 我先把刚刚那个做好的把它删掉 然后重新插入页吗 插入页吗 我现在讲的是这个 然后请把连结到前一节给关掉 连结到前一节关掉 会关吗 选到这个1 选到这个页吗 连结到前一节关掉 然后请把首页不同关掉 首页不同关掉 一定要先修改内文的页吗 再修改目录的页吗 再修改封印的页吗 再修改封印的页吗 然后选到这个1的时候 麻烦请把连结到前一节关掉 什么叫关掉 就是没有按下去 还有首页不同关掉 可是请问一下 那这个你没有发现 这个你没有发现 它是从0开始编的 所以我们要从1开始编 怎么从1开始编呢 选到它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页马 请把页马格式找出来 我要从旗子页马从1开始编 确定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变成1了 这边是不是变成2 可以吗 当然这就是3 我们把这个字设大一点 方便我们来观看好不好 所以常用底下把字设大一点 只是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你到时候设真的不能设这么大 例如说我设24字形大小 好 所以这边是不是设好了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那接下来请问 这是不是目录 目录 目录我是不是也要去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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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会看到 这个是没有 这个是1 好 来 请到这个夜首夜尾设计 选到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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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请在夜首及夜尾 有看到吗 现在我们在做目录咯 所以请你先选目录 会选目录吗 目录的页马把它选取起来 然后接下来请把连节字前一节 关掉 这是我各节要独立 还有请把首夜尾设计 还有请把首夜不同 关掉 这个字太小了 无法射大一点 方便我去说明 好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目录的页马 好 所以选到这个目录的页马 请把连节字前一节拿掉 就是再点一下 他就从有选到变成没有选到 然后接下来请把首夜不同也拿掉 可以吗 好 那接下来这边是0 这边是1 所以显然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从什么开始 应该是要从1开始 所以一样到这个页马 页马格式 来去做修改 一样是从其实页马从1开始 其实页马我要从1开始 不要从0开始 还有在这个地方数字格式 通常我们目录是设小写的i 为什么 反正我要把目录跟内容稍微区隔 所以我换成另外一个 可是为什么这边有i呢 因为罗马数字 罗马数字 那个i是1的意思 可以吗 他们那个符号 符号 你看有些时钟上面是不是用罗马数字 那x是多少 10 v是5 可以吗 iv x 三个来去组合 放在前面跟放在后面 是有不一样的意思 可以吗 好 那所以通常我们会把目录改成这个i 然后确定 你看一下 这个目录的第一页是不是i 目录的第二页是不是i 然后接下来呢 内文的第一页是不是i 我们这样是不是就做好了 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 尤其学位论文的时候 学弟啊学妹啊 他就两年问一次 他不问 他就不能写完这个学位论文 他就不能交出去 可以了解 那我有遇过有学弟学妹就是很铁齿 整个三更半夜不能睡觉 因为明天就要交卷了 来不及问我了 那凌晨两点你怎么可能问得到我 所以他就只好在那边一页一页修改 一页一页检查 太辛苦了 对我觉得说在这边这样子的做法 你做完就关闭 然后现在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就是更新我们的目录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哦 更新功能变数 有看到吗 当然啦 你也可以用参考资料更新目录 一样的意思 参考资料更新目录 或者是用滑鼠右键点它更新功能变数 然后更新整个目录确定 你看这边是不是内文页从1开始 这是目录嘛 然后这个标题放在1 这才是我们要的方式 好 我先存档 等一下这应该是9月4号10点18分 好 那我现在先把它放在产品区 然后你们再重新下载好不好 那如果你已经做完你不用重新下载了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去 去这个成病观摩这边下载 这个成病观摩 然后里面有这一个office 40招 就跟我刚刚做完一模一样的内容 因为我要在这样子一个基础上 再继续加入土目录跟表目录 那如果你刚刚已经做出来是正确的 什么叫正确 就是这个目录啊 这边呈现1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是小写的i 你检查一下 如果你这两个东西是正确的话 那我想你成功了 可以吗 我们现在要继续做那个土目录跟表目录 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这个图目录跟表目录给做完 而且把它一致性的这个做法做完 像这前几天还有人问我那个 reference 那个叫做参考文献 文献 好 怎么做 因为图目录你会做 才有可能把表目录也成功做完 可是真的要带你做一遍 这真的都很重要 好了 那我们继续咯 其实这就是我后面给你们的那个图片 要加入编号图片要做一些事情 好 那我们现在请你们先切换到第一张图片 第一张图片 你要制作那个图目录 你必须要把每一张图片分别把它的身份先定义好 例如说这个图是第一张图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叫图1 请问这是不是叫表1 这是不是图2 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先针对这张图片 针对这一张图片呢 我要加入图片的编号 你都没有图片编号 他没有办法帮你抓 对不对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把图片做完 那请问你 我如果有50张图片 我是不是50张图片都要加入 分别加入图片编号 是的 当然要加入啊 你不给他图片编号 他到时候怎么能够自动抓这些图片编号 当做目录 设定目录呢 所以我们50张图片当然要设50个 那至于说先后顺序重不重要 先后顺序电脑会帮你自动排 也就是那个编号 他会自动帮你修正 所以这是还蛮不错的 好 所以如果你要设图片编号 你可以用滑鼠右键插入编号 大家看到哦 当然正规的做法 他放在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这是目录 这是柱角 这是影文与书目 就是reference reference 就是这一段 好 希望那一位同学有听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边是不是有插入编号 插入编号就是这个功能 好 参考资料插入编号 那通常建议你是滑鼠右键插入编号 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有产生错误 接下来呢 我们通常用是中文的内容 所以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在这个标签 选择上面 最好是选中文 那这边没有中文 例如说图 景 所以呢我们可以手动先新增一个标签 只要做一次以后就可以一直用 所以标签名称就是图 确定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会自动给予编号 然后麻烦请输入一个点 好 例如说这个图片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图片内容应该是档案功能 好 我就直接输入档案 确定 确定 可以吗 那请问一下 通常图片的图标 会在图片的上面还是下面 通常图片说明 它会放在图片的下面 可以吗 那请问你 表格的 表格的标题 跟表格的 那个说明 会放在表格的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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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不是 通常我们都已经约定好 就是这样子做 你就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来去做 大家习惯都是这样 例如说好了 吃饭去哪里吃 餐厅 可以吗 就是 等一下中午吃饭 12点 我们不是都去餐厅吃饭吗 这样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意思 就是很奇怪 那你就要去想说 那为什么表格的说明表格标题 要放在表格的上面呢 这你就可以问了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一个图片的图标 说明是不是已经做完了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来先做第三张图片 好吧 因为我们看 做完第三张 然后第二张 他会被自动把那个编号编上去 好 所以滑鼠右键 选到这张图片 滑鼠右键 插入标号 好 这边他 因为这是我第二张做的图片 所以他当时就变成图二 一样会放置在下面 那我加入一个图标 图标 这应该叫做文字艺术师选项 对不起应该叫smartart 确定 所以你看这个图下面 是不是就放了一个图二 图标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刻意再做一下 第二张图的图标 好 所以选到他滑鼠右键 插入标号 你看这边他是不是又再出现一次图二了 他会自动帮你编号 他会自动帮你编号 所以那个编号不要随便去修改 也不要把它删掉 你不要刻意在那边打一个3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点 这个应该叫做转换成smart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 确定 你看一下这是不是变成图二 这变成图二了 那下面这一张就变成图三 可以吗 所以显然这个004 应该就是他那时候要编这个编号 好 有没有问题 新增标号 你看哦 例如说这边第四张图滑鼠右键 插入标号 然后新增标签不能新增吗 新增一定要第一次自己做哦 它里面没有英文 它里面只有英文 所以你要自己新增一个叫做图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哦 我们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张图 你每一张图都要加进去哦 都要将图插入标号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请问一下我们的图目录是不是应该坐在 坐在什么目录的后面 坐在这个应该先有 先有就是大纲目录 这个是标准的那就是大纲目录 然后接下来再放图目录 再放表目录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在它的前面 它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 我们要再去 版面配置 分格符号 可以吗 版面配置 要在成功的前面哦 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 版格符号 版格符号 下一页 可以吗 这样我们变成 这边 这个是第三节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 就是这边有一节 然后这边又有新的一节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一节 我们叫做什么 图目录 请把这个内容常用改成内文 好 这个叫图目录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插入图目录 怎么插入 在这里 参考资料 然后 插入图表目录 刚刚插入标号的右上角这边 它就有一个插入图表目录 然后 请这边一定要选择正确 这边 如果说你今天要叫出来是表目录 这边就要改成表 现在我们是不是只有那个图目录 现在我们只有做了几个图的编号 然后 这边一定要选对哦 标题编号要选成图 然后点选确定 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分别在第一页第三页第三页 然后 然后 这个页码也请特别注意 这个叫做图目录 图目录它的页码编号一定也是从1开始 因为它是目录 所以我们要改它的格式为i 所以要把这个数字快点两下 选到它 然后把页码 页码格式 这个数字格式 改成 因为它是目录 所以我们通常会用小写的i 来去做呈现确定 然后就可以关闭页首页尾 你看一下哦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是封面 封面完毕之后 是不是目录 目录 目录从第一页开始 然后呢 这是第二页目录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图目录 图目录从1开始 然后这个是不是还是第一页 然后这是第二页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目录其实是不用动的 可以吗 这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图目录制作方式 记住哦 这里面 我刚刚只做了 只做了这一张有加图目录 有加图标题 图标题 图标题 图标题都有嘛 所以 第四章也要继续接着做哦 例如说插入 插入 点 这个说明是什么呢 这个说明叫做 例如说 这字太小了 好吧 我就 连续 的 smart 然后点选 一样在图的下面 放置 确定 然后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让这边 出现 第四个 那就是滑鼠右键 然后更新功能变数 更新整个目录 确定 这边是不是就会多了一个 所以 其实更新还蛮容易的 所以记得要把所有的图 插入标题 那我们现在要先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 如果 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利用下个时候来看一下 所以如果说图目录没有听得很清楚 没有关系 你现在再来做一次图目录 应该说再做一次表目录 应该会印象更深刻 请问一下 我们 这个表格 这个是表格 对不对 对于 就是 我的软体来说 他怎么知道他是表格 你要加了表格编号 他就会知道说 这是表格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你有没有插入 你有没有插入 那个 类似像刚刚图片 那个插入标号的功能 你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插入标号 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要点这个 就是你在储存格里面 当然不会有 当然不会有 可是你选到整个表格 就是对着这个 左上角 这个表格控制 钮 滑鼠右键 你就会看到插入标号了 可以吗 当然了 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储存格 然后你去做参考资料的插入标号 也是可以 好 那我建议各位 因为他是表格 所以滑鼠右键 对着他点 点左上角这个控制钮 然后 插入标号 请问还有没有谁说我没有插入标号 都有咯 然后点选插入标号之后 我们现在要设定的这个标签 请问是哪一种标签 表格 所以通常在这里面 他没有中文的 他有英文的 好 所以建议把标签文字改一下 所以我们新增标签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输入一个字 一个字就好了 标 可以吗 新增标签 只做一次就好了 而且其他档案到时候都可以直接来使用 然后接下来确定 我这样子里面 这个标签选项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选表 然后他 因为你这第一次做一定是从1开始 请问为什么要输入这个点 应该可以大概知道这件事 就是区别区别出编号跟文字说明 可以吗 像这个我们应该叫做 产品 产品 分类好了 产品 分类 然后接下来呢 点选 请注意一下位置 表格的位置 一定要在选举项目之上 一定要放在上面 表格一定是放在上面 然后点选确定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表1 产品分类 然后这边一个表格 我还有没有表格 好像没有表格了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一下 那请问一下 这边已经有图目录了 图目录完毕之后 是不是表目录 所以我是不是要在这个区块跟这个大区块之间要再插入一个区块 对不对 所以怎么在之间插入一个区块 那就是将游标放在成功这个内文区块的前面 可以吗 来有没有找到成功简报关键篇 成这个字的前面 来请将游标放在成这个字的前面 然后我们再去做分解符号 下一页 分解符号它是属于那个板块的一个设定 所以在这边点版面配置 分格符号 分解符号 下一页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这边是图目录 然后这个地方就应该要做成表目录 所以Enter 好直接输入表目录 稍微放大一点 表目录 然后这个表目录它这是等于说标题 所以我把这个表目录改成什么 内文 改成内文之后呢 我就要插入表目录了 那插入表目录的功能不在插入里面 插入表目录的功能在参考资料里面 反正目录啊 图目录啊 图目录表目录都在参考资料里面 那参考资料里面插入图表目录 所以请点插入图表目录 请注意这边的标题标签要选成表 然后点选确定 请问我们是不是就把刚刚那个产品分类表格 是不是就直接放在这个地方呢 稍微注意一下哦 这个这一张 好我们回到最上面 稍微注意一下表格目录 这个表目录 表目录的这一个目录的页嘛 一定要快速点两下进行修改 它的格式 它的格式 因为你快速点两下 页嘛 所以在这个页手及页尾工具设计的页嘛 请把页嘛格式改成小写的i 然后请点选确定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图表目录啊 全部都做好了 我们从一刚开始来看一下 这个是图目录 它是用小写的i 这是表目录 它用小写的i 好 那来看一下 最后的成定 这是第一页 第一页没有目录 没有页嘛 第一个目录 目录的话的第一页 目录的第二页 然后接下来这是图目录 图目录的第一页 表目录的第一页 接下来就是内文 内文是从1开始编 然后第二页 第三页 好 就提容概括参考一下 那这个就是图表目录的制作 有点复杂 但是值得你回去的时候 再试着尝试 动手做做看 你就会发现 你就在写计划的时候 这应该是一个很基本的